今次我會分享一下如何用羊毛煎做兩款的壽球花 這個壽球花製作的過程非常簡單 但製作的時間非常長 所以都蠻考人的耐性的 最後我將壽球花做了一個相架 在這條影片最尾的位置 我放了壽球花相架的影片給大家欣賞 希望大家喜歡啦 之前我買了壽球花的餅乾帽 今次我會用小的那一款 我將餅乾帽印在銀卡紙上面 然後剪了出來做一個紙樣 我買了兩個泡沫半頭體 這個泡沫半頭體的直徑大約14cm 準備一塊淺紫色的羊毛煎半製成品 將壽球花的紙樣放在半製成品上面 量度好大小之後 將半製成品剪成一塊長條形 再將紙樣搭在長條形的半製成品上面 用夾仔固定位置之後 就用剪刀剪出半製成品的花瓣 花瓣的形狀大約剪到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都不會近距離去看壽球花的花瓣 製成紫色壽球花的花瓣 我就用了這幾隻顏色 左手邊和中間的兩隻紫色 我就用了落去花瓣四周的位置 而右手邊的紫色我就用了落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將花瓣放到羊毛採的上面 將左手邊的淺紫色毛跟進去花瓣四周的位置 之後再用右手邊紫色的毛跟進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之後用膠點剪走花後面的縫毛 可以用針收剪一下花瓣上的紫色毛 可以用針收剪一下花瓣上面的紫色毛 可以用針收剪一下花瓣上的紫色毛 拿淺黃色毛出來 將它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剪進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再用膠點剪走後面的浮毛 用了一起花的後面剪一個洞 剪一條5-6cm的綠色鐵線 用保瓣濃膠水塗進去一邊鐵線上面的木端 然後跟進去花底部的位置 再用手指按壓花底部的位置 令到綠色鐵線更加能夠貼進去花的上面 完成之後我就會插進去泡沫半頭體的上面 現在會做另一隻紫色的袖球花 將左邊和中間兩個紫色的毛混合在一起 然後剪進去花瓣四周的位置 之後再用右邊紫色的毛 剪進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再用膠點剪走後面的浮毛 可以用針收割一下花瓣上面的紫色毛 拿淺黃色毛出來 將它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剪進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完成之後我就會插進去半頭體的上面 做一些深紫色的花 可以令到綠球花看下去沒那麼單調 看下去都會更加漂亮的 做好整個綠球花之後 可以用針調整花瓣的位置 另一個泡沫半頭體 就徑大約12cm 將白色的毛跟進去藍色花瓣的四周 再將淺黃色毛瓣成一個球體 然後跟進去花瓣中間的位置 之後的步驟跟之前紫色的銅球花的步驟都是一樣 另一檔藍色花我先用了淺黃色的毛 刺進去花瓣四周的位置 然後再將白色毛蓋上去黃色的上面 再將淺黃色毛瓣成一個球體 然後刺進去花中間的位置 整個淺藍色的壽球花就完成了 整個淺藍色的壽球花就完成了 準備一塊綠色羊毛沾半製成品 我預先剪好壽球花樹葉的紙樣 將紙樣放到綠色半製成品的上面 然後用夾仔固定位置 再用剪刀剪出來 拿些淺綠色的毛出來 我們將淺綠色毛刺進樹葉的上面 做一個葉物的效果 我會先刺好一邊的葉物 再刺另外一邊 剪好了之後 將樹葉反到另一邊 用保利龍膠水塗在樹葉的中間位置 放一條綠色的鐵線在保利龍膠水的上面 將另一塊的樹葉蓋上去綠色鐵線的上面 再用五口針將兩塊樹葉集成一塊 將有鋸齒形的紙樣放上樹葉的上面 然後用夾仔固定位置 再用剪刀根據鋸齒文剪出來 完成之後就可以插進壽球花旁邊的位置 兩個壽球花就完成了 之後我就會放下去 大約直徑31cm的圓形相架上面 多謝大家看完我這條片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給個like給我啦 記得分享我的影片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按個鐘仔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喜歡這條片段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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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